在唱片夜不景气的时候 Cerin詹雪凌依然坚持自己的兴趣 推出第二张专辑I'm not a star 并在7月30号举行发布会 Cerin称这张专辑为三角级 而不是单曲或EP 因为里头收录了三首歌曲 而且专辑风套是三角形的非常特别 Cerin把她留了十年的长发简短 顶着一头短发 以全新造型亮相发布会 她说希望可以给人全新的感觉 基本上我敢敢把这个头发剪掉 就是因为我希望用比较特别的方式 还有新鲜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 因为以我第一张专辑的方向来看 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一些新鲜感的东西 给媒体朋友还有听众还有观众的 所以希望这一次跟下一次也不例外 就是每次都会有新鲜的东西给大家看 Cerin在现场为大家介绍主打歌某某 她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有梦想的人 希望大家要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而Cerin的梦想就是要开音乐学院 她承诺会在今年底开一家音乐学院 我要开的音乐教室时间还不能肯定 因为刚才也说了 就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来筹备 然后这个时间应该还蛮长的 因为我基本上地点已经早了 可是要装修也是与我一手包办 所以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加上应该这半年都会跑很多宣传 所以基本上我希望我会尽力 就是达成我承诺的东西 就是年尾我一定会开一间音乐学院 正常来了许多Cerin的好友 如John 黄俊年 金 庄敬毅 王宁丽 梅汉等人 他们都给Cerin祝福 希望她的三角级大卖 在外面都给Cerin祝福 在外面的一家都给Cerin 在外面的一家都给Cerin 梅汉等人 只想你帮我相应 在外面的一家都给Cerin 在外面的一家都给Cerin 在外面的一家都给Cerin